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民,你们要鼓掌,以欢呼的歌声,颂扬上主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民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 在今天的圣道礼仪,我们继续阅《亚冒斯仙之书》 今天我们会听到一些好消息,这个也是有一点难得 因为《亚冒斯》他绝大部分的宣讲是宣告灾祸,宣告警告 但在今天的第九章,我们会听到好的消息 天主子民对天主子民有一些许诺 会重新地重建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圣殿,他们的房屋 会耕种田地,甚至大地会有丰收 这个都是摩西亚时代的一个预兆 然后天主也许诺给他的子民,他们不会再一次被拔除 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也向天主谢恩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并忏悔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并忏悔 你来到世上是为使人获得生命,而且更丰富的生命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主耶稣你是上目,因为羊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生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以恩宗化欲,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求你上次我们常生活在真理的光辉中 不为错谬的黑暗所笼罩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亚毛斯先知书 这是上主说的 到那一天 我必把达位那坍塌的帐木树起 修补他的缺口 重建他的废墟 不要使他恢复旧官 使他的居民征服厄东的移民 和属于我名下的万民 这是上主说的 他必将加以实行 上主说 日子要到 那时更了的地不久 转眼就可收割 剥了的种之后 跟着就要榨酒 群山要滴下新酒 丘陵也有美酒流出 我必要转变我子民以色列的命运 他们必要重建荒废的城市 在那里安居 开辟葡萄园 喝园里的美酒 耕种田园 吃田里的出产 我要把他们栽种在自己的土地上 他们不会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被拔除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向他子民宣布了和平的伦音 上主向他子民宣布了和平的伦音 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 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 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伦音 上主向他子民宣布和平的伦音 慈爱和真诚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正义与和平必彼此相拥 正义由天上俯视 忠诚从地下出生 上主向他子民宣布和平的伦音 上主必赐下甘露 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 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 平安静随他的脚步 上主向他子民宣布和平的伦音 慈美主 慈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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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宫独圣马的福音 愿主与你们同在 宫愿光荣为与你 那时路亚的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 为什么我们和法利塞人多次进食 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何夕的客人 怎能在新郎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愁美苦脸呢? 当时日子将要来到 新郎要从他们中被带走 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 没有人用粗糙的新布布在旧衣服上 因为它比扯破旧衣服 破洞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 不然皮囊一破裂 酒也流了 皮囊也坏了 而是新酒应装在新皮囊里 两样酒都可以保全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听到今天的福音的这个问题 我都是觉得很奇怪 罗汉的门徒以及金师们 来到他面前 然后说 为什么我们和法利塞人多次进食 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有没有抓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们问耶稣他们为什么进食 他们自己不清楚 就是好像是说你要解释给我 我为什么进食 那就等于是说 可能还没有抓到 那我到底为什么进食 不过他们的这个态度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 有时候可以在教会团体 在各种不同的也许当区或者是哪里 也都可以看到 这个态度是什么? 某些人 他就是 他可能做了很多 他可能每天参加弥撒 他可能每天做很长的祈祷等等 后来可能有一些再后悔发生 可能他会生病 他发生意外 然后这个人就会好像有一点抱怨是说 那天主你为什么没有保护我? 天主你为什么这样子? 你为什么那样子? 我做的那些事情到底有意义吗? 到底有用吗? 因此换句话说 我们有时候会设立一些习惯 有些是好的习惯 比如说祈祷 但是我们以后会把拿来这些习惯 来做一些讨价还价 甚至于会以我们自己所建立的习惯 想要完全的套在别人身上 那因为我们看到别人可能不是这样子做 但是他们仍然平安 他们快乐 那我们就开始怀疑 那我到底做这些东西是为什么做? 我为什么祈祷? 我为什么守栽? 我为什么帮助穷人? 为什么我做他不做? 也就是我们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些怀疑 那么这样子的态度其实 这可能也是一种转折点的一个机会 去改变我们怎么想 我们怎么做 因为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行为的成果 我们会开始怀疑 耶稣非常清楚祂为什么要进士 或者是什么时候要进士 我们知道在耶稣的生活当中 在祂公开的生活之前 祂有40天进士 所以耶稣也很清楚知道 进士的重要性 祂并没有否认 但是耶稣在这个阶段 比较重要的是祂的宣讲 祂的治病驱魔的服务是最重要的 因此祂知道 因为祂常常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祂常常进士 没有好好的吃饭 那也许祂就没办法完成这个使命 因此耶稣非常清楚祂在做什么 为什么做 那这个是我们要去跟耶稣学习 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 我为什么祈祷 我为什么进士 不是因为别人做或不做 这个根本不是我们的标准 我们的标准是 这件事情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符合天主的质疑 是不是让天主喜悦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而以后我们看到别人不做 或者是做其他的 我们不会觉得被冒犯 不会觉得好像我们不要继续 不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 当然这样子也可以避免很多的骄傲 自以为是 或者是其他的罪过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是为了天主而做 我们接受今天福音的这个挑战 而再次的在我们心中任心 以及承认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谁 各位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继续向天主献上我们的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通容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意圣从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执意为准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全意全力 小爱你 我们决意把 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祂证献给你 为光荣祢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主圣人圣女的玛利亚 终身适合你 主 请你你的宠爱 沐于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一切恩怨 生于教会所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指引 为众人服务 祝你永生的天主 求你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屈奸的安慰者圣神 倾助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祂我们敬畏及小爱之神 阿们 求祂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祂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祂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祢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冤气成见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是一切基督徒走向奥密度还 并使身为龙肉福音的管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度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信仰 愿祢的国来民 愿祢的旨意放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施量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惑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担救我们免于凶恶 我们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祢的心灵同在 愿全天主圣父圣子 圣神将赴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的圣道礼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主耶稣是生命远 我主耶稣是火水卷凡格 这谁主曾命说道 永远再不可 难道永远再不可 难道永远再不可 真正永远再不可 难道永远再不可 真正永远再不可 凡格 这谁主曾命说道 永远再不可 没Ol 没想到 不可 不可 但永远再不可 不可 容不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